OK啊 那么关于这个部署呢 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啊 关于这个部署 我们最终部署的一个图就这样的啊 在前面呢 会有一个调度的 NX啊 这个调度的NX就相当于我Mac上面的这个NX啊 那么这个调度的NX呢 我们让它实现了几部分的功能 那么首先第一部分的功能呢 是它可以呢 实现请求的一个转发 对吧 它可以呢 把请求去转交给后面的一个对应的应用服务器 实现一个负载的均衡 那么另外的话 它还可以呢 根据用户的请求呢 去另外的静态页面服务器上面呢 去找它的NX呢 去让它返回这个静态的首页 还有一部分呢 它呢还可以呢 去处理我们这个项目的静态文件 那么最终我们在部署完成之后呢 后面的这些东西 我们说用户呢都不知道 他只知道一个地方的域名或者IP 就是我们这个NX啊 那么用户永远是在和这个NX之间呢 实现一个交互啊 实现交互 那么这里面呢 就是它的一个处理 关于它的处理后面呢 就在这个应用服务器的后面 就有它使用的这些 MySQL FastDFS Redis啊 那我们说 MySQL 这些FastDFS Redis啊 它们都可以分布在不同的电脑上啊 都可以分布在不同电脑上 OK 进行这样的一个部署啊 进行个部署 OK 尤其是你的项目啊 你的这个网站 比如说用户量比较大的时候啊 我们说代码层面的优化啊 它有一定的极限啊 到达一定的程度吧 我十几万人同时访问你的这个网站啊 你在牛逼的服务器 你都扛不住啊 你如果部署一台的话 你在牛逼你都扛不住 这个时候呢 你只有你只有去增加你的硬件啊 靠你的硬件来支撑这个大用户量啊 就代码层面的优化是有一个极限的啊 OK 那么所以呢 在这里面呢 真正部署成什么样的 对吧 就要看你本身网站的一个用户量到底多大 如果网站用户量没多少人 我就直接 其实呢 你上按照我们之前这个 你部署一下直接就搞定了啊 不会说有后面这个东西啊 OK 好 那么这是他的一个东西啊 这个呢 这个部署 其实呢 在公司里面 也也不是 你去部署的啊 有运维啊 对啊 一般有运维来部署啊 你的就是写代码啊